怎么可能在一个 自称是民主法治的先进国家里面 会看到一个证据不完整 然后程序不正义 然后法官不公正的情况之下 然后把人羁押进去呢 他现在除非他提出证明说 他自己是无辜的 不然他绝对是土地 他绝对是贪污 他绝对是该死 怎么时候我们国家变成这个样子 过去8年讲司法改革 在蔡英文前总统的任内 讲司法改革 真的是完全的失败 因为到目前为止 司法还是只为了执政者而服务 而今天在柯文哲科主席的案子上面 我们看到赤裸裸的呈现 因为他是柯文哲所以你要压他 因为他对赖清德有威胁 所以你会压他 证据不足你就直接给他压起来 程序也不正义 而且你找一个法官刚好是 我们都知道他有问题 还被弹劾过的默律法官 怎么我们中华民国会变这个样子 会有那种很深的无力感 赖清德要台独不是台湾独立 是台湾独裁啊 很有意思 就是他其实是两个主题 那佩洋哥你怎么看 就是说第一个主题是司法要争议 程序要公平 第二个主题是今天柯文哲 明天任何人 所以前面是针对司法的部分 后面是针对营救柯文哲的部分 这两个点 那我今天早上访问游淑慧啦 那他跟我说前面还要加一个 人人要守法 他就多加一个前提 他说人人要守法 那这个前提我觉得很有意思 那你怎么看 我个人其实 我想巧心也好 强哥也好 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职位 其实我们为什么投身政治 就是我们希望说 从制度 从我们 与其说在体制外大声几呼 不如说我们到体制内 试着去改变这个世界 试着去影响一些不公不义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一辈 我们这一辈有些人 能够愿意去 在这个政治已经被一个 大家讨厌的职业的时候 我们还是兴趣进来 但是所以说我们进入这个制度 这个体制里面 我们要改变这个体制 所以另外一方面 我们要改变体制 我们要保护这个体制 所以我们身为立法委员 我们应该要尊重司法 我们应该要相信司法 但是我个人的 不要讲说情感 个人的逻辑思维 个人受过的训练 受过的逻辑思维 智能训练跟我讲说 这玩意儿根本不对劲 这玩意儿完全不对劲 怎么可能在一个 自称是民主法治的先进国家里面 会看到一个证据不完整 然后程序不正义 然后法官不公正的情况之下 然后把人积压进去呢 我一直常在很多节目上面 很多地方我都一直讲说 民主法治国家讲的是无罪推定 所谓的无罪推定 刚刚肖执行长也讲到 是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平等的 而直到你是被证明有罪之前 你都是清白无辜的 这是无罪推定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在柯主席的这个案子上面 在证据还没有民进党之前 他已经被有罪推定 也就是说他现在除非他提出证明说 他自己是无辜的 不然他绝对是土利 他绝对是贪污 他绝对是该死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变成这个样子 刚刚节目前我们才在开玩笑说 北韩就是个有罪推定的 有个女孩子刚好眼睛撇到 那个Blackpink 然后金正恩直接把她抓起来说 你有犯判的嫌疑 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 不含而立 何时我们的 我们所最珍贵 我们所最引以为傲的 这个民主法治 司法正义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会觉得说过去八年 讲到司法改革 甚至过去八年讲司法改革 在蔡英文前总统的任内 讲司法改革 真的是完全的失败 因为到目前为止 司法还是只为了执政者而服务 而今天在柯文哲 柯主席的案子上面 我们看到赤裸裸的呈现 之前在高宏安的身上 我们觉得很奇特 可是在王玉文的身上 在水母的身上 我们觉得这一点都不符合比利渊者 但是现在在柯文哲主席 身上的话 我会觉得直接觉得说 因为他是柯文哲 所以你要压他 因为他对待心得有威胁 所以你会压他 因为他是政治的原因 所以如果说他们说 用政治迫害这个字眼 其实我会觉得说 我们真相还没查清楚之前 我们不一定要政治迫害 政治迫害是应该完全 给一个无辜的人来去讲说 他是真的因为政治因素 而去受到这些压迫 但是我们或许 我们不知道真相之前 就直接这样做 直接做出这样的行动的时候 这个如果你说不是政治迫害 你很难让人家相信 你何必那么急呢 你为什么不能把程序跑完吗 不是一天到晚 他说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 什么积压 我听过听过 积压是对人权最大的迫害 这好像是赖清德讲的 这以前民进党的主张 在他硬生生的把 柯文哲变成第二个失明的 我觉得以前民进党有一个主张 是反对预防性积压 可是这一次的 这个就是 北院最后判出来的说明 就我们依照他的新闻稿 先不说那个绿媒到底怎么拿到 他的裁定书的 但简单来讲 还是有这种预防性积压的 这不叫预防性积压 什么叫预防性积压 是 我觉得这我们 很 其实心情是很 很复杂 复杂是一点 一方面很沉重 一方面就很荒谬 因为我们在那种古兵 古代宫廷剧 看到这种冤枉啊 戴盈啊 这种 这种片子居然 我现在在我面前可以看得到 对 而且还在我的长域里面 现在我们没有留辫子 我们现在不是穿着龙袍 虎袍 盲袍 然后我们居然来看到这样的状况 而且是在一个 就是势螺螺活生生的 在我接触过的身上 因为柯主席 被押的前一天 我们做同一半飞去去花莲啊 我们做同一半飞去花莲 去给副总长的妈妈去 那时候他有说到 他可能会被积压吗 没有 不过那天他们整个 心情很大 没有 整个他们在谈 在聊天 那时候国商委员也在啊 国商委员 那个林国商委员 然后武生存委员 张锡凯他们都在 对 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开会 就是 那是有点低气压 可能想说 因为柯主席刚出来 有点累 因为前一天 前一天他才出来 对 前一天他才出来 然后后来礼拜 礼拜一 我们就飞去花莲 就去给总长的妈妈 做最后的告别 然后隔天他就被押了 所以他们那时候 在讲的时候 可能那个时候 他们在讲说 柯文哲说 我可能被押 可能就在机场 在那边讲的 所以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当下看到 是那个低气压是很重 那过去 我过去打个招呼 我握个手说 我还跟他讲恭喜 我还觉得自己好很白色 不过就是那时候 高兴一天 两天 完全没有料到会这个样子 我一直认为 我还在跟我同事在谈说 我一直认为 他们会压的时间点 应该不是今年 应该不会这么快 这么狠 这么绝 因为你至少要准备 那个证据要充足 民进党最喜欢讲 表决会数认数要赢 现在你跟我讲 这个认数是什么 完全没认数 完全没证据不足 你就直接给他压起来 程序也不正义 而且你找一个法官 刚好是我们都知道 还有问题 还被弹劾过的 墨率法官 甚至我也很好奇 这位墨率法官 我听说他在 施明德主席 讲前面说 我是墨率的 你跟一个创立 民进党的人面前 讲说你是墨率的 这是干嘛 是讨好还是炫耀 我搞不懂这个 我搞不懂这个法官 这个自由新政 基本上他连逻辑都不太对劲 所以我会觉得 这整个事情 我的心情是很复杂 沉重而且复杂的 那我真的没有想到说 我会亲眼目睹 而且I'm a part of this 我现在不在别的场域 我现在在立法院 对 所以会觉得 怎么我们中华民国 会变这个样子 会有那种很深的无力感 对这件事 我觉得分几个层次 来讨论 第一个我们可以见识到说 小草的愤怒确实蛮高的 昨天把这个会场 这个号称是2万人 那我大概看了一下 整个空拍 大概6千人绝对跑不掉 6千人其实喊2万人很客气了 因为以民进党就喊6万人了 他已经喊10倍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 你看青鸟 对不对 人家是刻意动员的 我这样讲 我先暂停一下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青鸟 他517 准备要打进来的时候 他从429就开始预告 而且一开始还喊太阳花2.0 然后还准备了太阳花 柯建民就直接预告说 429 他就429 在公开记者会说 那个太阳会再现 如果立法院在胡搞下 太阳会再 4月29号之前 所以他可能动员时间在 可不可以到420 就一个月时间动员 才动员到1万多人 我记得国伤委员 那个时候只是两天吧 对 靠着馆长的号召 我觉得是大家觉得说 一方面是没有错 是他们的国伤委员也好 馆长也好 他们有自己的声量 可是我觉得 更现实就是说 这东西根本不对劲 怎么我们在这个 我们从小到大 受到民主法治的教育 不是不应该会有 这样的事情发生 那刚好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如果当 如果我们不走上街头 我们还有什么方法 来杜绝这样的行为 说真的革命就是这样出来 只是台湾现在 可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可能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可是未来有一天 其实革命就是这样 被逼出来的 一堆不公不义的事情 你又没有办法反应 当当权者一天到晚 把政权把持住 把所有行政权把持住 可是你又无法反应的时候 那最后面 这只好一般的民众 变成当权者恐松的暴民 可是他们只是要 舒张自己的 舒张自己的愤怒而已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 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